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冬元新锐SA750 那么我们先看到的是冬元新锐SA750水泵 冬元三热工四个米提供的水冷减震垫 四颗用固定水冷减震垫螺丝 四颗用固定水泵与水冷机箱的螺丝 这两颗是用于在安装水泵进水泵和出水泵处的快凝 这是一个厂家标配的小螺丝刀 用于进行水泵修改水泵调速的 那么这个方形的双面贴是用固定水泵的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水泵的透明上盖 其实呢这个透明上盖是160毫升的大容量水箱 在透明上盖的下方我们看到一个是出水泵和进水泵 那么这两个水泵采用的都是通用的四分之一杠八的螺纹 方便以进行安装四分之一杠八的快凝或者宝塔 那么这款水泵的连接线是采用的大CP电源接线 直接可以插在电脑的电源线上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黄色的小3P接头 它主要是干什么呢 它是用来进行水泵测速的 你可以直接将它插在主板的测速板上就可以了 那么说到水泵测速 水泵是如何改变水泵的速度呢 就需要这个小螺丝刀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修改水泵测速的地方就在水泵底座 水泵底座上有一个蓝色的凹槽 这个蓝色的小方块中有一个白色的十字螺纹 我们就将这个十字螺丝刀安在这个螺纹上 来回引动即可修改水泵的速度 你可以插在主板上之后 根据您所需要的水泵速度来调节这款水泵的转速 那么呢 这款水泵采用的是三项无刷直流电路 采用MCU控制高效节能 内置优秀的全陶瓷轴承设计 有效地延长了水泵的使用寿命 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水泵采用的是DC12V电源 然后连接的是1.2A电流 这款水泵呢 最大阳城呢 为7米 最大流量为每小时750升 达到用户的高标准需求 在水泵在工作时的噪音呢 其实是很低的 只有35分贝 那么水泵的最大使用寿命 达可以达到5万小时 满足您的长时间需求 那么这款水泵介绍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水泵的水嘴是如何安装的 先看到这两个是4分之1杠8的快拧 我们先将快拧帽拧下 拧下快拧帽之后 将快拧的水嘴与水泵的水嘴进行连接 安装后 一个之后再安装另一个 水嘴连接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连接导热管了 这就是东勇公司的动物导热管 连接导热管时 直接将它插在这上个 来回的晃动一下 转动一下即可 在插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会新买的管子不好插 那么你可以在买到之后 放在热水中泡一泡 那样就比较好插 然后两根管子插好之后 我们现在需要的呢 就是把这两根快拧接头接上 连接好以后 来连接另一个 好了 水泵的水嘴呢 就安装完成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安装水泵的减针垫 其实水泵的减针垫 安装也是十分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水泵的减针垫上 有八个孔 在突出的地方有四个孔 它是安装在水泵上的 那另外的四个孔呢 是用在水泵与梯箱安装的 那么我们先来安装水泵的 连接水泵与水泵减针垫的 四个螺丝 安装上 分别将它插在这四个孔上 记得是插在背面 好了 这样就安装完成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水泵底座也有同样的 四个相对应的 四个螺丝孔 我们只需将水泵减针垫上的 四个螺丝 对应在这四个螺丝孔上即可 然后呢 用十字改锥将它拧紧 其实呢 安装水泵减针垫是十分有必要的 它主要是请到了减针的作用 有些用户呢 觉得水泵减针垫没有多大的作用 就不会安装 其实呢 在水泵运转过程中 它是高速运转的 产生的动能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不将水泵与机箱牢牢的固定住时 它会产生一定的噪音 好了 水泵减针垫就安装完成了 那么呢 我们看到桌子上 还有四颗螺丝 这是用在水泵鱼机箱上的 这四颗螺丝就是安装在剩下的四颗孔上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不进行演示了 但是呢 有些用户 它的机箱是没有这个对应的水泵接口的 那么该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桌子上这个双面贴就起到作用了 我们直接将这个双面贴呢 粘在水泵简直垫的凹槽处 把它塞到里边 直接放置在水泵的机箱 在电脑的机箱上即可 这样呢 它就固定住了 那么水泵的水泵和水泵的简直垫 现在已经要装完成了 在您注射液体的时候 其实也非常简单的 直接将水泵的注液孔打开 然后倒入液体即可 好了 今天的东远西瑞IC750水泵 就为大家介绍完